雾是怎么形成的? 我国的秋冬季节是雾的多发季节。 雾是由悬浮在空中的微小水笛或冰晶组成的天气现象, 是近地面层空气中水气凝结的产物。 雾的形成需要一定的气候条件。 每到秋冬季节的晴朗夜晚或清晨, 地面的热量会散湿,温度也会随着下降。 当空气潮湿冷却到一定程度时, 空气中的一部分水气就会凝结, 变成很多细小水珠。 这些小水珠会悬浮在近地面的空气层里面形成雾。 秋冬季节,北方的冷空气南下后, 空中的水气会逐渐变多,从而形成辐射雾。 所以,秋冬的雾往往能预报第二天的好天气。 而春夏季节,来自海上的暖空气流在碰到较冷的地面时, 会变冷临结成水气,从而形成平流雾。 暖湿气流与大陆的干冷空气相遇, 自然就会阴雨绵绵。 所以,春夏季预示着阴雨天的到来。